然后客户你也不知道 就给他直接签上次了 中间就直接给他说 不好意思我们的合作已经生效了 客人当时也很崩溃 退 完全退回来 要考不太河 考到你了一些 我在审查你的投资者的身份 同时我也在审查 被投资者的身份 上一集我们说到 澳洲华人老金 在泰国买七房 发现不对劲 我脑袋一蒙 热气一冲 就直接下冰去买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这个房长得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首先是泰国没有二手房市场 中介佣金又非常高 房子很难卖出去 而且由于法律执行不健全 如果出现交付上的问题 比如开发商跑路楼盘烂尾 打官司没有一点胜算 其次外国人其实在泰国 根本没法真正拥有土地 本质上都是找当地人代职 老金说 他当时就天然的认为 泰国的房产市场和澳洲 一样可心 那么澳洲的房展市场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把大家最关心的硬核问题 一一拆解 其实澳洲还有专门这样一个投资产委员会 你任何一个海外投资进来的话 你都得把自己的合同和你的护照交给这个委员会去审 也就是说这个政府部门是专门去审你这样的投资 对这个国家是有利还是没有利的 那基本上我们老百姓投资他不会认为对国家有什么经济大的太大危害 所以基本上都是会允许你欢迎你投资 我在审查你的投资者的身份 同时我也在审查被投资者的身份 也就是在本地的快发商他们 第二个就是看产权的问题了 澳洲政府在去年开始就全部的实行电子产权 这电子产权就是只要您有地的这个位置 以及您自己的名字 您在政府的每一个系统 以及在律师那边在中介那边只要输入 直接会看到登记的就在您的名字下面 然后这个产权除了堪培拉 也就是我们的首都澳洲首都 是99年的租权之外 都是永久产权 这个永久产权怎么理解 也就是说这个地 因为我们之前还听说过 不是说澳大利亚的地都是女王的吗 哦它是有女王权利 就是这个叫做地义权 所有权是属于这个买家和业主自己的 但是大部分的地呢 女王在上面会有个地义权 地义权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权利如果政府要去实施一些开发 或者政府的行为啊 军事啊 国安啊之类的 你要积极的 合理的配合女王去做这样的保护国家利益的事情 当你配合国家女王做这样的事情 你是会得到国家赔偿的 它的土地镇上 它非常尊重它的原住民 所以它的logo是原住民的logo 因为所有的土地说实话是原住民的 这是第一个多元文化的特征 第二个不会出现国籍 它只会出现名字 我们之前的节目报道过东南亚的一些楼盘烂尾 开发商跑路 业主投诉无门的现象 这个情况要是出现在澳洲 那怎么办呢 信托账户 信托账户在 以及信托在澳洲有将近几百年的这个法律应用的成熟的体系了 你就是说在开发商在交割之前 在交钥匙给买家之前 买家在付钱给开发商之前 开发商是碰不到他一分钱定金的 我们往往定金是10%到20%之间 交割的时候才会付尾款80% 但是10%到20%都是达到开发商的律师的信托账户 这个账户是政府监管的 是政府监管 银行监管 同时是律所去管理的 开发商没有权利动 他连看都看不到 他自己都不能登网银去看 他只能说律师啊 你把这个账单打出来给我看一下 如果卖家 开发商招搁不了 这笔钱怎么办 完全退回来 并且联合利息 联合利息退回去 如此健全的保障 消费者仍然要擦亮双眼 您必须要看清合同商的每一则条款细则 防止开发商或者中介跟你玩文字游戏 他是一个新移民 我们叫投资移民 因为他来澳洲呢 人还没来之前 先通过国内朋友推荐吧 加了一个本地中介的微信 然后中介就给他发了一些房子 发了房子 当时他看图片嘛 照片嘛 看完了以后 对其中有一套房子还蛮满意的 中介就给他发了一份 标准的购房合同 其实是一个法律文本 但是呢 跟这个客人说的是说 这个是个购房意向书 麻烦你给我们签个字 所以我们保留你到了澳洲来看房的权利 然后客户也不知道 就给他直接签上资了 当时呢 这个购房 就是他所谓的购房意向书 上面加了一个附加条款 就是说只要你来澳洲看了房子 我们这个合同就生效了 结果这个客人来了澳洲以后呢 看完房子 再过了当天12点 因为我们合同生效 就过了当天12点 之后呢 这个中介就直接给他说 不好意思我们的合同已经生效了 麻烦你来我们公司交一下10%的首付 所以客人当时也很崩溃 对于咱们华人很多新的移民 他们到了澳洲本地来 还是想先拿身份为主 他不想惹上官司 刚到澳洲 人生地不熟 大多数人对当地都不太了解 不管你是买房还是移民 找中介吧 碰上靠谱的还好 要是中介想坑你 那也是分分钟的事 所以近些年 买房中介开始盛行 通俗的说 就是业主的顾问和买手 澳洲本地呢 他对中介的这个职责划分非常详细 要么你就是卖房中介 就是你跟房东收取佣金 然后你对房东负责 他们的职责就是把房子卖出去 卖一个好的价格 那买房中介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更多的保护的就是买家的利益 很多买家来了以后 我不会先给你推荐房子 我会先问你的需求 然后来 我们再来详细的规划 你的购买的这个方案 你觉得他跟卖房中介最大的区别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卖房中介 卖的是产品 我们卖的是服务 还剩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大家肯定非常关心 澳洲到底有没有二手房市场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房子是否能脱手 每个星期的成交量 大概整个墨尔本 大概一千多套 二手房 对 二手房 二手房的估价主要是根据位置 地的大小和它房子的保养情况 我们不太计算每平米的价格 而且不光是像我所在的这个区域 我们有很多好的学校 中国人很喜欢 我自己也住在这边 但是鬼老现在也喜欢买 所以在拍卖的时候 我们往往看到有很多国家 比方说印度的 有一些甚至泰国的 马来西亚的 新加坡的 还有中国本地 还有希腊 意大利益的这些人 都是在拍卖中非常混乱 讲了这么多澳洲房产的政策和环境 我们来实地探访几套 澳洲的商品房 这一片呢 其实是一个公园 整个项目呢 占地一万五千公里 然后是建在个公园里面 这里边的话 目前还是以本地的澳洲人居多 两房三房四房都有 价格的话 负从五十九万起到七十万左右 这是墨尔本皇家礼工是吧 墨尔本皇家礼工的那个 就是风啸池 这边在建的是什么 在建是它的建模 别墅是吧 这边都是连牌是吧 对对对对 它细节做得很好 里面那个灯晚上都会亮 还有给小宠物喝水的 然后那边是一个鸡窝 哪里啊 我看一下 然后这个小区还有自制的蜂蜜 它养蜜蜂 看着就是蜂蜜 自制的蜂蜜 然后每一个owner成交的时候 他都会送一个 自产的蜂蜜 South Bank 公园这边呢 也有一些很高端的餐饮 然后旁边的坡道呢 我们是给比如说推婴儿车的 或者去 残疾人 对 去准备 这个跟线号怎么想 澳洲这边对残场 包括这个盲道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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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如说冷的话 想要跟朋友一起上来烤烤烤火 旁边有按钮 一点开之后是烧天气的 所以可以大家就围住在一起 你指那个玻璃里边吗 对 那个是冒火的 这是一个室外的电影院 啊 室外电影院 然后可以自己带光碟 后面有一个放硬的机器 可以自己上来放Blueray的光碟 那喜欢下太阳的话呢 这边我们有这个热光床 旁边好白色的小链 这样就比较有这个隐次性 而且看起来很高颖 每一个床的旁边 我们都有做的那个充电桩 细节体现品质 因为插座的不能朝上放 因为会 所以 有雨水啊 剪掉 那这个是小新式 它如果说有死掉的话呢 我们重新把它挖出来 再种上新的 它这个是新冻的 小苗 之前揭了好多这个小辣椒 烧烤区 烧烤区 对 烧烤区 然后这个是新式 要烤酒菜盒子烤拉饼也行 烤红薯也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 市中心 市中心的景观 每一层的这个小摆热都不一样 框也不一样 这个是每一层一个是吧 每一层一个 而且我们的垃圾房 像正常公寓来讲 老式的公寓 可能在走廊里 只有这么一个抽屉式的一个通道 所有人的垃圾 汤汤水水的全部都丢进去 所以你每次一开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水位 我们现在用的 都是这种最新的 一个切换系统 你的生活垃圾 和你的可回收垃圾 都是完全分开的 你按那个按钮的时候 它灯亮起来 这可以扔吗 我现在可以扔吗 这个是生活垃圾 它里面是有一个切换系统 切换到这个管道 就可以扔了 这是一个小后行是吧 这个是我们两房里面 算是大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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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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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里想 吗 小师 老师 流血的真相 出国被看